阿拉三英雄会结束了 我们也开始了返程 还是两台车 皮卡就是好啊 大家看能装多少东西 这对旅行来说 皮卡绝对是一个首选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一直后悔自己买了一个全新DMAX的时候 买了一个最高配 但是这一次路上呢 这个跟车的功能让我感觉太爽了 它能跟定前面一辆车 设定三种不同的距离 前车快它也快 前车慢它也慢 前车刹车它也刹车 只要你手不离开方向盘啊 它就能实现一个基本上90%的自动驾驶 西北旅行路过兰州的 可以考虑一下这家酒店 能洗能住特别好 晚上看个电影 长津湖一直是我想看的 早上吃碗牛肉面 魔勾盐 之前我吃白剑墙 老是有人怼我 建议我去吃魔勾盐 今天我就好好尝一个魔勾盐吧 确实谢谢兄弟们介绍 这个魔勾盐吃起来和白剑墙啊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今天我选择的这个宽仔呢 是酒夜的 吃了以后口感觉得呀 我还是应该选 以前我吃的那种细的 你知道我吃牛大 最享受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就是吹开浮满红油的热汤城 然后深深的喝一碗汤 这个简直跟我们河南的虎拉汤 一样绝了 兄弟们咱们路上偶遇 能拍到我的发一条抖音 一套黑漫巴 记得爱他我一下啊 说到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